第十三任总统副总统 第八届立法委员选举投票日 县长卓博元上午前往 设于田中国小的第806号投票所 投下神圣选票 卓县长与选民一起排队投票 投票后卓县长呼吁 紧张重要的大选结束后 社会应重归平静和谐 一起为台湾未章化的未来 努力打拼 那我们也希望在选举完以后 让我们社会能够恢复平静 大家能够过安定的生活 那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吉祥如意 特别再次的提醒大家 再过没几天 就是农历的新年 从农历的除夕开始 我们入港很多的庙宇 就会开始点灯 那在我们西州公园 田尾公路花园 还有万景意愿 还有中心古堡 有花在彰化 一连串精彩的展出 那我们在2月6号 元宵节的当天 我们农年灯会的主灯 农翔霞位将要开放 那所以我们今年的新年假期 将会非常的热闹精彩 我祝福大家度过一个快乐 充实的平安年 卓县长表示 由于大选后 紧接着农历春节假期 及元宵台湾灯会活动 邀请所有乡亲 在紧张激烈的大选过后 到彰化白天赏花游名胜 晚上入港看花灯 公营频道张华允田中采访报道